幾天之前的德國支持者是曾經在社群平台上面詢問大家有沒有特別想要問民進黨支持者的任何問題 那今天就讓我們來幫你一起解答 今天還有說說如果他當選的話是兩岸台灣跟中國大陸就不可能發生戰爭 那你會不會擔心說如果民進黨明天又真的又在選上了 會不會中國大陸那邊又有什麼樣的行動 他們講他們的 我們嫌我們的 戰爭不可能 已經好死十年 從理人會到現在 他們說要戰爭 戰什麼戰爭 我還是相信賴清德 他會鎖住我們的主權 因為他們的動作一定是 不管我們做什麼他們都一定會有動作 選擇賴清德的話 至少我們會好好的保護自己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會啦 這都是一哈人的啦 都在恐嚇我們啦 我們他們不是要恐嚇大的啦 我覺得中國會做進一步行動是很有可能 可是如果我們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 我們加強自己的國力 我們也可以就是以通等實力去跟他們抵抗